2月21日,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腹地,一架神秘的战机腾空而起 这是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推出的第五台隐身战斗机 项目代号TFX可汗 据土耳其官方的说法,这次首飞耗时13分钟 最大飞行速度为230节,最大飞行高度8000英尺 和通常一样,这架原型机在机头部位安装了空速管 用于检测飞机的基本性能 且飞行全身也没有收回起落架 近几年,土耳其在军工领域,尤其是军事航空领域着力波多 今年推出以TBR为代表的爆换中小型无人机 还搞出了可以进行舰载起降的红苹果隐身无人机 而可汗原型机的首飞成功 意味着土耳其在航空领域再次取得历史性突破 他们计划继续完成三架预生产原型机 所有量产250架,并进行各种衍生改进 然而对于越机无数的频道观众而言 心里一定会有一个疾问 这次的这个五代机,真的是五代吗? 首先咱们从它的外观上说起 估计很多人一看到它那巨大的加莱特进气刀 和双发双丑尾常规布局 就一定会说,这不就是个土话的F2R猛禽吗? 畜类来说或许是 但细看之下则会发现很多的不同 这条显示可按机长21米,一展跃14米 与猛禽的尺寸确实很接近 大于韩国的KF-R1 这点从与它半飞的F16的体型对比上就能看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它就是一台重型的双发隐身战斗机了 因为它的局部插着的是两台F110发动机 没错,就是F16上用的那款 具体型号大概率是F120G129 不开加力76.3千牛,开加力131.2千牛 可以算是比较强的大推力发动机了 但问题是,用在尺寸和气动阻力都比较大的隐身机上 就不一定那么合适了 按照土方的技术指标 TFX的不加油作战半径大于1100千米 最大飞行速度达到2马克 最大过载9个机,实用升线16.7千米 机身内置单仓格罗拉斯没中距空空弹 加两枚短距格斗单 说实话,这个指标用F120实现难度相当的大 不过作为航空后发国家 托尔奇对转弹飞机的细节处理上是下了一些功夫的 发动机尾喷口虽然没怎么改 但发动机的机身连接处有着锯齿化处理 同时水平尾翼将发动机包裹在中间 跟尖三EF35很类似 这也能起到一定的遮挡作用 在整体工艺上 要明显比之前的红苹果更上一个档次 说来从浮世图上我们能看到 两台F120的中间 有一个比较大的尾锥结构 这就有一些俄式设计的风格了 不知道是不是也想学束货仪装个厚实雷达 而可以肯定的是 这种布局使得两台发动机间距变宽 按传统示威来说可以提高生存性 一台发动机重弹或故障 尽量不影响另一台发动机 但同时也业维着飞机体型变胖 这对于一架隐身战机来说不一定是好事 而到了机身中部 似乎就不那么理想了 根据此前脱席自己公开的资料 TFX设计有一对类似SU-57的串联主弹舱 用意挂载前面提到的那些武器 当然经过我的仔细观察 似乎没有在这架原型机的肌肤下发现弹舱的痕迹 有没有内置弹舱是判断战机 是不是真五代机的重要标准 一个弹舱看似简单 但实则需要经受多方面的考验 它又能够在超音速的条件下自由开合 各种高区动作都不影响它的使用 不能因为有弹舱的存在 就影响飞机的结构强度 不仅如此内置弹舱的多道开封会让隐身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F23机在面对模型上的细缝时采用了昂贵的填银工艺 每次维护的时候都要将这些银涂层敲掉再重新填充 但即便如此也只能应对那些固定的接缝 对于弹舱门这种开合式接缝的处理 至今都没人能说得准 正因为如此 韩国的KF-R1才会退而求其事 在原型和预生产版本中 使用了半买式挂架 等日后技术成熟了再加以改进 如今看来TFX大概率会走KF-R1的老路 将内置弹舱当作远景目标 再接着往前看 到机头部分 我个人觉得这一部分是最值得吐槽的 其坐舱盖与机背的衔接 特别像157 导致其整个头部硕大无比 搭配机箱对单薄的机身 总是有些头中脚轻的感觉 这种感觉在早期型的尖3E上也出现过 但毕竟它只是一台双发中推中型战机 情有可原 而土耳其这里明显就是 系统设计没处理好 或者是航电系统未能实现小型化 在2023年的展示中 TFX的雷达罩下方 各出现了一个小型观色窗 下面的那个应该是多用途光电瞄准系统 这玩意这张F35开始装配以来 基本上只要是隐身机都会人手装一个 哪怕是装上白白样子也显得拉风鞋 而上面的那个根据窗口朝向判断 大概率是红外搜索系统的外壳 也就是把缩机上面那个硕大无比的玩意给精简了一下 C9已经令人摸不着头脑了 按理来说 一台强悍的相控阵雷达搭配EOS-T 就足以满足大多数空战场景了 没必要冒着破坏隐身布局的风险 加一个作用距离十分有限的红外探测头 总之现在的这些个五代机吧 总令人感觉有些新能源汽车的趋势 已经不怎么讲飞机三大件了 基本上都是找下游的供应商拼出来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拧巴的处理呢 这又得从它的诞生之初说起了 TFX在2010年立项 三年后土耳其就找上了瑞典沙博公司 与之签订了一份技术援助协议 之所以会选择签索沙博 土耳其航空界人士臣表示 除了看重其自身的航空设计经验 还希望能复制之前T129武装直升机的研发模式 T129是土耳其宇大利阿古斯塔韦斯特兰直升机公司 于2017年开始的联合开发项目 从先例合同到首飞只用了两年 成军服役时代2014年也仅仅过去了7年 之所以有这样的速度 那是因为其实TFX就是一具猫又攻击直升机的小改款而已 同时一大一堆技术转让非常慷 土耳其又是掌握了相当多的直升机研发技术 开发出了T129B衍生型 并小规模出口到尼日利亚菲律宾基拉科等国 目前土耳其人还以此为基础 研发更重型的T929物装直升机 瑞典人加入到TFX的项目之后 一口气帮西搞出了三个概念方案 涵盖了常规和压抑单发与双发 其中中间的这个单发压抑不拒几乎近期的方案 大家看着是不是有些眼熟呢 其实以技术难度来说 选这个清晴方案是最为稳妥的 当时业界也普遍认为其获胜几率更大 不过好景不长 没过多久TFX项目就发生了变故 土耳其瑞典两国因为宗教外交事物 见身嫌隙 最后从合作伙伴搞成了老死不相往来的仇人 而且仇恨一直延续至今 这也就是为什么 赤钱埃亚多安阻挠瑞典加入北约 无奈土耳其只能接着寻找合作伙伴 最终接替六点薩博的是英国的BAE集团 2017年1月 持人英国首相特雷沙梅访问土耳其 BAE与TAI两家公司 在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签署了合作协议 TFX项目不如快扯到 之所以快 那是因为两个单发方案瞬间就出局了 英国人强烈推荐 其最拿手的双发中推理配制 而预选的发动机 自然是台风上的那台EJ200 最蓝星最强中推发动机 EJ200若能搭配更先进的气动布局 说不定还正能挑战现有的正规舞台机呢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最后双方出问题 恰恰出在发动机上 在英国政府的促成下 罗罗公司曾与土房签订了 一届200发动机的技术转弹协议 但到了2019年 却由于知识产权纠纷 合作长期被割置 好在BAE集团的协议仍然有效 可以为其提供航电和设计方面的支持 于是TFX项目 带着英瑞两国的DNA 走入了项目定型阶段 那么接下来土耳其人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呢 手当其冲的真正还是发动机问题 其实以土耳其的使用经验来说 上美系大推理发动机才是最佳的选择 但因为S400时间 整机都没有向它解禁 更别提发动机这些关键不见了 所以TFX只能是TF-16的发动机用 长期发展肯定是不够的 土耳其在战前还曾经找乌克兰开展发动机方面的研究 但这一切都被俄乌战争所打断 乌克兰目前全力投入滋味 根本无力向土耳其输送激素 除非战争快速结束 否则这条路依旧行不通 其次资金短缺可能是个潜伏的项目杀手 由于爱苏丹的稍稍作 今年来土耳其金融市场持续动荡 里拉汇率连创新低 经济形势十分严峻 所以尽管土耳其政府决定增加国防和安全开支 但到头来基本只能认为空头支票 先进战机是非常烧钱的项目 比那些无人机要烧钱的多 欧手几个国家上去主摊研发 以分他高岸的研发成本 对技术基础薄弱和经济状况不乐观的土耳其来说 这条路将更加的艰难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土耳其的能力是否能与其雄心相匹配 正在盘光者的角度来看 土耳其军事工业近几年的崛起 并非是其自身技术取得了自得飞跃 而更多的是战略红利的作用 俄乌战争中东乱局都对土耳其有利 都使得其战略地位变得愈发重要 说一说 站在风口上诸多能飞起来 土耳其人或许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 但转念一想 对艾苏丹本人来说 只要能飞起来恐怕就足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停地课计 自权的选输 石乌战争中东买 务能飞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